有鉴于南部登革热疫情持续的延烧 新庄区信义里办公处就表示 因为里内有不少的住户都会在住家的周边种植一些花草 所以里长实地的走访社区向住户来进行防治宣导 并且呼吁民众务必配合防疫措施 更要记住防治的口诀 有鉴于南部登革热疫情延烧 新庄区信义里办公处表示 因为里内社区有不少住户 都会在住家周边种植花花草草 所以里长也不敢掉以轻心实地走访社区 向住户们进行防治宣导 现在夏天到了 一旦我们都会里长都会宣导我们的里民 来做好登革热的防治 像我们后面这一户家人 他非常喜欢种花花草草 他平常都有注重到我的宣导 就是登革热的发生 看到住户正在浇花 里长上前告知 对积水容器一定要清除干净 才能够避免并没闻的滋身 住户也说会全力配合里长的宣导 做好登革热的防治工作 我们都很配合里长的宣导 平常是在压水 我们都注意 注意不要让它有积水 都注意登革热 并没我们的防治 里长呼吁民众务必配合防治措施之外 也要记住防治的口诀 也谨守寻道清刷四个原则 防治登革热有一个口诀 寻道清刷 这四个字 所以寻呢 就是要寻签 看看寻寻看 有没有积水啊 倒掉是有积水的时候就要把它倒掉 清呢 就是把它稍微刷一下 清一清这样子 刷嘛 就是一样就是把它刷一刷倒掉这样子 然后做到杜绝登革热发生 真的要请我们的乡亲 大家要配合 从平日生活中展开宣导防治措施 里长也提醒民众 如有出现发烧头痛出诊等症状 因技术就医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